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想死在床上啊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行不行 怎么这么大人了 还没时间意识啊 他看了一眼正磨磨蹭蹭穿衣服的我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抢过我的衣服开始强行给我往上套 你快点啊 祖宗 马上都八点四十了 天天让人家一摇等 你真好意思啊 求你了 让他把我吵了吧 我欲哭无泪 这破班我是真不想上了 也不知道我爸怎么想的 一毕业就把我塞进风一摇手底下 美其名曰他管不住我了 让风一摇管我 彻底打碎了我想要找个小公司摸鱼的美梦 班当然是不可能不上的 八点五时 我嘴里叼着吐司 一手往脖子上套围巾 一手提包 在我妈的催促声中 火急火燎出了门 风一摇不知道等多久了 车顶都积了层薄薄的雪 自知理亏 我上去就朝他卖笑 嘿嘿 古德莫宁呀 摇摇 他写我一眼 可真早 嘿嘿 今天下雪嘛 我就奖励自己多睡了那么一小会儿 我系好安全带 顺手拉开车前坐的抽屉 哎 我记得昨天这里不是还有一瓶牛奶吗 昨晚上果果坐车上喝了 果果是他四岁的小侄女 风一摇说这话时 语气里充满了无语 大有你还跟四岁小孩抢东西的意思 我倒不觉得尴尬 又翻着起来 还有没有喝的 我要噎死了 风一摇文言扫过来一眼 看见我掉了一腿的面包渣 忍无可忍了 韩楚楚你怎么又落一车 我没有 我等下下车就扫下去 不会落车上 我心虚 但还是选择了死鸭子嘴硬 他冷哼一声 懒得计较 大有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毕竟这么多年了 风一摇的那些臭少爷毛病 都被我死缠烂打 给磨没了 我坐在副驾驶 趁着这上班途中的十分钟 浏览了一下最新的财经新闻 临近下车时 才看见一篇有意思的 官府山先生归国 或会在操盘国内股市 哎 官老师回国了 我问风一摇 嗯 昨天的是 他盯着前面红绿灯打方向盘 随口答了一句 这你们师兄弟几个 不得请他吃饭吗 是要请 他敏感地察觉到了我突然的殷勤 扫我一眼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凑近了些 摆出标准的讨好笑 带我一起去吗 你去干什么 那可是官老师哎 我研究生毕业论文 都是看着他写的书来改的 学金融的 哪个不崇拜他呀 行不行吗 眼看着快下车了 我更急了 你带个秘书去 也不影响吗 风一摇不治可否 打了转向灯 说 再说吧 快到了 你该下车了 车稳稳靠在路边 说来也是我自己作孽 本来我们两家住得很近 每天早上我都是坐他的车上班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天上班脑子抽了 非要跟他装不认识 自讨苦吃地走去公司 我恨恨地甩上车门 下一秒 车子发动 甩我一脸雪茬子 狂什么吗 我低声嘟囔 再一看表 妈的八点五十八了 又是夺命两分钟 我一路狂奔 总算在大厅的垫子中还有五秒 跳到九点时 把脸录在了打卡器上 第一 打卡成功 清脆一声响后 我长舒一口气 总算能走几步了 美好的一天 从踩着点打卡开始 早上好啊 韩蜜 韩蜜 早 一路打着招呼 我走进了总裁办 刚进门 就隔着玻璃 看见风一摇站在我的宫位前 好像正在看什么东西 高大的背影却把桌子挡得严严实实 我有点懵 推开门进去 风总 同为秘书处的杨宋正支支吾吾 不知如何回答呢 见我进来 立马朝我几眉弄眼 哦 风总 楚楚来了 要不你问他吧 风一摇文声转身 我这才看清他挡住的是什么 我的宫位上 除了电脑和文件 此刻还多了一数不知道哪来的红玫瑰 风一摇的大衣搭在手臂上 只穿着衬衫马甲 不知道是因为空调温度太高了还是怎么 他扯了扯领带 脸色里也透露出点烦躁 韩蜜蜜 我不希望你把私人感情问题牵扯到工作上来 我也很莫名其妙 哪来的玫瑰 刚想出口反驳 却突然想起来 现在我不是认识风一摇二十几年的韩楚楚 我只是入职半个月的韩秘书 那点争论的话又被我咽了下去 我垂头丧气 抱歉风总 下次不会了 风一摇没再多说 进办公室了 路过我时 说泡杯咖啡进来 语气还是够臭的 眼看着他手都放在门把手上了 我悬着的心快落地时 他又突然回头看着我 拧着眉 你今天迟到了 这个月工资扣两百 黑心啊 万恶的资本主义啊 他就是今天看我不爽才故意挑刺的 以前我这个点来也没见他说什么呀 而且是他开车呀 他故意的 他搭门轻轻一带 杨颂这才松了一口气 朝我走过来 吓死了 你不知道太子爷高来还挺正常 不知道怎么看见这束花脸 一下子就臭了 风叔叔至今还是盛光的最大股东 风一摇都得往后烧烧 所以公司里的人 当面是以风董和风总区分他们 私下却都叫的是皇上和太子 太子爷心情不佳 我们这些小宫女遭殃 我撇撇嘴 谁知道呢 玫瑰花娇艳欲滴 上面还坠着露水 应该是早晨刚剪下来包上的新鲜玫瑰 品相也很好 玫瑰上没留名 也没有卡片 杨颂说 我刚到就有个快递员在这里等着了 说是给你的 让我给你签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 就给你放位置上了 我上下检查了一下这束花 确实一点送花人的信息也没留 我抱起花朝外走去 不知道谁送的就扔了吧 杨颂一愣 这么漂亮扔了干什么 都不知道谁送的 万一里面喷了什么东西呢 我也得为办公室里的人负责呀 杨颂恍然大悟 朝我比个大拇指 楚楚 没想到你只是看起来傻白甜 我 刚想把花丢出去 顺带着去摸摸鱼 办公室内线就响了 杨颂接起来为了一句 就一脸无奈地看向我 风总催你泡咖啡了 我帮你丢吧 催催催催催 真烦 临近午饭时间 我正准备和杨颂去食堂吃饭时 风一窑突然给我发微信 风一窑 你中午吃什么 我 食堂啊 盛光的员工福利太好了 内部卡上每个月给的午餐费 足够在食堂吃很好 而且盛光的食堂是夜内出了名的种类全味道好 八大菜系基本上都有 不管是小炒还是套餐 都物美价廉 比外卖好吃多了 我刚享受了半个月的食堂 还没腻 几乎还没到点 就盼着吃饭了 风一窑 你不出去吃吗 我 食堂很好吃啊 风一窑 你出去吃吧 什么毛病 我 为什么 风一窑 我想吃寻味轩的菜 我也不想跑那么远 但是他说寻味轩 那我就来劲了 在那里吃顿饭 可不便宜 我 可以是可以 但是得刷你的卡哟 窑窑 风一窑 我也没指望你请我 我满意了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我变得这么厚脸皮 从小到大 风一窑家里都秉持一个观念 就是不能溺爱他 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和同龄人相差无几 并没有因为家境一时就富养 都说穷养儿子富养女 我是没搞明白我爸妈为啥要跟风 非要把我的生活费限制得和他一样 那我还要买衣服买零食 跟他能一样吗 但我爸妈不听啊 幸好风一窑从小到大都不图口腹之欲 零用钱能剩不少 于是我的零用钱来路就变成了 爸妈给的 加上风一窑给的 我爸妈也隐约察觉到一点不对劲 知道我就差直接抢风一窑的零花钱了 恨铁不成钢 只能逢年过节使劲给风一窑发红包 我知道这事后只能说是变本加厉 风一窑对此事的态度 也从寒楚楚你要不要脸变成省了点花吧 找了个借口和杨颂分开 我一个人坐贼一样溜到了地下停车场 风一窑应该是还没下来 我私下看了看正值饭点 停车场空空荡荡 正好不会被人看见 我趁机溜进风一窑车里 刚绑好安全带 他就上来了 我转头发现这大爷安心坐上后座 你坐后面干什么 他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现在是工作日 你现在是我的秘书 怎么 你要老板给你当司机吗 他绝对是气还没消 针对我 也不知道一天天地在气什么 我又没惹他 我快被气笑了 你不怕车被刮花 上次开他车去逛街 到车的时候 直接被划了一长条痕迹 听说光是补气都要六位数 风一摇摇眉 我修得起 他都这么说了 我今天还不得给他露一手啊 无奈今天路况实在太好了 我一路慢慢悠悠地开到了目的地 起见一直提着心 偏偏风一摇 还在后面很享受地坐着 真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呀 今天我得吃回来 憋着这口气 我中午一个人 硬是点了快两个人分量的东西 吃得完吗 他一脸怀疑 司机多吃点怎么了 我冷哼一声 行 谁点的谁吃完 风一摇早吃完了 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胡吃海塞 其实我也早就饱了 但是一开始也没打算胜 要说我跟着风一摇这么多年 学了点什么好的东西的话 那就只能是不浪费了 这么贵的东西不吃完 我实在心痛 当我准备硬喝完最后一盏汤时 风一摇直接叫了服务员打包 我松了一口气 但面上不能输 打包干嘛 我还能吃 他冷笑 我怕给你撑死了 回去的路上他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揉肚子 今天穿的针织连衣裙 很修身的款式 结果一吃多了 小肚子那里就鼓起来了 我只给他看 都怪你 我这样怎么见人 他漫不经心撇过来眼 震了一下 才问 为什么 你不带我出来吃饭 我能吃这么多吗 他一时静无语凝掖 我看过去 才发现他耳朵通红 我奇怪 你怎么回事 很热吗 耳朵好红 风一摇沉默了片刻 说 韩楚楚 你真的好蠢 六 居然敢诋毁我 下班的点一到 我准时提起了包 杨颂抬头看过来 你这么准时啊 楚楚 下班了 哎 再多工作一秒 都应该加钱了 杨颂朝风一摇 闭着的办公室门扫了一眼 压低了声音 太子爷都还没下班呢 谁跟他比呀 我大惊 这是他家公司 赚钱也是他的 又不是我的公司 我加班多赚的钱 也不归我呀 杨颂一政 你没思索一下 好像有道理呀 本来就是啊 我推开玻璃门 走走走 我们一起下班了 杨颂被我说服 也关了电脑 起身下班 我俩出了总裁办 他说 要去人事处取点资料 几分钟就好 结果我们又在人事处 和小张聊了半个多小时的天 最后一群人 杂杂呼呼的一起下班 我正和宣发部的小李 一边吃着芒果千层 一边讨论某家大牌的 冬季新款时 丁一声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露出里面的一个挺拔身影 风一摇穿着件浅灰色的 长款大衣 里面是一件 同色系的高领毛衣 站在电梯里 神情淡淡 一副高领之花的样子 一时间 闹哄哄的人群静了 下一秒 小张 呀 我包忘拿了 小和 啊 我电脑忘关了 小陈 我们一起走吧 最后被推进电梯的几个幸运里 正有我 杨颂和拿着半盒 芒果千层的小李 电梯里沉没了 大家似乎都有点紧张 明明我没感觉的 被气氛带动 也忍不住吞了下口水 顺带着咽下了鼓鼓囊囊包 在嘴里的千层 没想到被风一摇看见了 他垂着眼看着我 好吃吗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下一秒 他似乎有点憋不住想笑 我靠 你可得捧住啊 别露馅了 我正紧张时 一旁的小李 似乎误会了他的意思 颤颤巍巍举起手中 剩下的半盒千层 风总 你吃吗 我也不知怎么想的 下意识抬手挡了 他忙我过敏 话刚出嘴 我就呆了 妈的 我怎么说这种话 我一个入职半个月的小秘书 怎么会懂老板吃什么过敏 还有抬手替他挡东西这动作 怎么看也觉得 我俩太熟了吧 果不其然 我收获了一电梯人的瞩目 我的脑子飞快转动 大笑着补了一句 最近经常帮风总 在美团上订水果 所以知道他芒果过敏 美团订 便宜 哈哈 电梯内死机一秒后 杨宋第一个接话 原来这样啊 是啊 哈哈 没想到风总这么接地 也用美团买水果 我以为都是吃空运水果 雷哈哈 一下子觉得 风总变得平易近人了呀 哈哈 我也常在美团买 水果店水果太贵了 唉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领劝 在哪里在哪里 快分享给我 听着话题走向逐渐偏离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小心翼翼抬眼 正对上风一摇似笑非笑的目光 电梯中几乎满园 我几乎贴在他身上了 还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 我讨好的朝他偷偷笑了笑 他面无表情 下一秒 我感觉到垂在身侧的手 被他打了一巴掌 我硬生生忍住了叫出来的欲望 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还是装正经 也不看我 但嘴角压不住的弧度 出卖了他 幼稚鬼呀 回家的路上有点堵车 窗外下着雪 车内开着暖气 放着柔和的音乐 我窝在副驾驶座上逛淘宝 骨头都快软了 窗外霓虹灯闪过 我随意抬眼 瞥见路灯上 不知何时挂上的灯笼 这才想起已经临近年关 瑶瑶 我们多久放假呀 正好身边坐着大老板 我就问问 风一摇顺着我的目光 瞥见了火红的灯笼 一下子就猜到我心思了 你想过年了 这话说的 谁不想过年 随手把一款包加进购物车 我头也没抬 快过年了 你不应该送我个礼物吗 风一摇沉默片刻 是啊快过年了 你怎么不送我礼物 我嘻嘻笑 给他画饼 发年终奖就给你送礼物 风一摇冷笑 就你这种每天迟到早退 工作摸鱼 对公司毫无贡献的人 你的那几个年终奖够 你买一身新年新衣服吗 这话说的 我黑幽一生直起身来 我拿多少不是全听你的吗 你要嫌我年终奖少了 你多给我发点呗 要不你给我涨涨工资也行 他斜过来一眼 嘴角勾出的弧度格外嘲讽 我给你发多少 你就只花那么多吗 那不行 你不救助我 我得吃土去 我韩楚楚从小到大 最会讲的就是歪理 而且 我是放弃了韩灵芝的 邀请来你这里 他不给我刷卡了 你不应该资助我一点吗 韩灵芝是我哥 大我一整轮 这么多年 当真是又当爹又当妈 本来我去给我哥当秘书 不拿工资 但可以随便刷他的卡 多好 结果被我爸塞来风一摇这里 家里也说我都工作了 就不给我生活费了 卡也动了 现在好了 真成了不上班得饿死了 幸好还有瑶瑶资助我 我暗自想着 你少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个月还能剩 他不搭理我的胡搅蛮缠 冷漠地开口 正好他手机叮咚一响 车在蓝牙 自动播放了银行发来的扣款信息 我立马赔笑 刚刚买了个包包 就当你送我的新年礼物 韩楚楚 风一摇快被气笑了 照你这个说法 你一年是要过几个新年 刚进门 就听见客厅里闹哄哄的 我换了鞋 拐过玄关一看 果然是韩灵芝 坐在沙发上看球 哟 大水冲了龙王庙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韩灵芝工作很忙 而且主要负责海外市场 世界各地到处飞 就连回家都少 更别说这么悠闲地看球了 他瞥我一眼 阴阳怪气什么呢 用水把我们大小姐惹着了 我哼一声 没有啊 谁能惹我 韩灵芝不置可否地笑了 风一摇 我一时预解 这狗东西猜得还挺准 刚下车的时候 风一摇说 因为我这个月超支了 为了让我长点记性 他决定不带我去见关老师了 我怀疑他就是存心的 我翻了个白眼 把包往韩灵芝身上丢 别提那狗东西 韩灵芝痴痴笑 女人真善变 人家给你买包的时候 你就一口一个摇摇 现在你不高兴了 张口闭口 就是狗东西 你也是个狗东西 我懒得理他 在沙发上坐下 掏出iPad 韩灵芝凑过来看了看 哟 又要去当麻辣女兵了吗 趁着游戏还在家在页面 我十分不耐烦地给了他一拳 滚啊 要不要搁带你 他见兮兮地问 不要 正巧这时候 风一摇给我发消息 问我到家没 我切出去回 我不想回家 还有点不想活了 再切回去 游戏已经开始了 风一摇又发了几条消息 我没注意 隐约看见最后一条 他问我到底在哪 好不容易苟进决赛圈 我正趴在地上当伏地魔 突然门铃响得不停 刘阿姨急匆匆去开了门 下一刻 我听见他诧异的声音 啊 风少爷 风一摇的声音有点沉 好像憋着一口气 你们小姐呢 小姐和少爷都在家里呢 风一摇拐出玄关 和我面面相去 一旁的韩灵芝也是一头雾水 看得出来他有点生气了 我忙陪笑 瑶瑶你怎么来了 他盯着我 眼神里压着火 我问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 啊 我 我把iPad缓缓举起来 给他看 我在屁城 韩灵芝没憋住 笑出了声 第二天一早 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搜主意 把我们家那只肥猫波比 放进我卧室里 叫我起床 波比胖得像头猪 往我身上一跳 差点肋骨 都给我压舌三根 瞬间睡意全无 这招虽然损 但确实有用啊 我好久没起过这么早了 甚至还有时间 画个精致全装 才下楼吃早饭 不过精神依旧为米 我刚坐下来吃早饭 韩灵芝都准备出门了 她昨天刚回来 听我妈说 好像国内有个项目要她处理 但是待不了多久 明晚的飞机 又要飞纽约 还没吃几口 我妈突然想起个事 忘了跟韩灵芝说 让我快点追出去带话 我她拉一双拖鞋跑出去 幸好她刚把车开出来 哥 我妈说晚上上小姨家吃饭 院子里冷 我就匆匆套了件羽绒服 里面还是保款的睡衣 冷得我哆嗦 韩灵芝摇下车窗 再说吧 太忙了 不好说今晚有没有空 你先进去 冷不冷啊 我只管带话 外面这么冷 真是一刻也不想待 刚点点头准备进去 突然发觉 韩灵芝开的车 有点眼熟 我又盯着看了看 科尼塞格CCXR 流畅又独特的车型 全上海也就那么一辆 在风一窑那里 我忍不住问 这不风一窑的车吗 哟 你这都认识 韩灵芝笑 我白她一眼 她去年提车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坐的 我能不认识吗 韩灵芝 你混这么好 我只觉得她莫名其妙 家里没车吗 干嘛借她的车 韩灵芝伸出根食指 朝我摇了摇 你不懂了吧 这车当时如果不是风一摇摇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的 现在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对我开开怎么了 她朝我摆摆手 行行行 快回去 你就穿那么点衣服 等会感冒了 哦 我转头又叮嘱她 你要没空你 提前跟小姨说一声 韩灵芝满口应下 我能不知道吗 我气了一声 进屋吃早饭去了 我妈她们的贵妇圈子里 最近掀起一阵插花热潮 我妈也津津有味地 成天在那插插插 客厅里摆了不少 每天早上送来的新鲜花卉 她一边插 一边跟我闲聊 也不知道 你哥今年过年能回来不 她按戳戳瞪一眼我爸 都是你爸 非让她去海外市场 现在好了 儿子好几年都不着家 过年都没空带孙子回家 我爸向来说不过我妈 这会儿也只能举手投降 我的错 那儿子有志向出去闯当是好事情 再说了 她在国外又不是没家 老婆孩子都在 那在哪儿过年 不都差不多 她话没说完 又被我妈瞪一眼 碎闭嘴 韩灵芝娶了个德国媳妇 是德国本土一家 老牌医疗企业的千金 前几年给她生了个儿子 小名叫飞飞 这名字是我嫂子娶的 因为她一直以为肚子里揣了个姑娘 结果生了个带把的 但是也不想改早就取好的名字 韩灵芝只好顺着她 说 在中国 给男孩取个小女孩的名字 有保佑她健康成长的意思 我这小侄儿 简直就是个人精 话都还不说的年纪 就可会看菜下跌 直到她爷爷奶奶 对她毫无抵抗力 在她们面前 那叫一个撒娇卖萌 把我嫂子眼睛都看直了 我倒是对韩灵芝上 哪过年没什么意见 不过被我妈提了这一嘴 有点想飞飞了 一年多没见了 也不知道飞飞还记不记得我 这一题更是关不住闸 我妈说起飞飞 简直是滔滔不绝 最后更是放言 要是今年她们不回家 她要跟我爸飞柏林去看她们 聊着聊着 最后我又水灵灵地 卡着点才出门 风一摇 依然是早就等在门口 她今天没开平常通勤的 那辆库里男 换了辆天月 我绕着车转了一圈才上去 照常打招呼 摇摇早上好 又让你等这么久 多不好意思 风一摇见怪不怪 冷哼一声 连那眼神都懒得分给我 我也没指望她能理我 转口又问 哎 今天怎么换车了 库里男呢 她对我的踩点出门 早已见怪不怪 反而是对我今天的全装 感到莫名其妙 毕竟以前我都是匆匆忙忙 在车里吃早饭 还要用气垫打个底装的人 她随口答 大飞昨晚开北京去了 那车上的是北京牌 我边绑安全带边坏笑 找她对象去了 风一摇没说话 瞥我一眼 就差直说了 不然呢 我嘖嘖感叹 不容易呀 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地恋 能长久步 大飞成天 北京上海两头飞 现在还开车过去了 一千多公里呢 开车十多个小时 也不嫌累 风一摇没搭话 车内安静 我以为她不会接话了 几乎是快到时 她才挺突然的开口 要是真心喜欢的话 去见她又怎么会累 我刚刷到阿诚朋友圈 她教了个成都的川妹子 宝贝的不得了 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 昨晚发朋友圈说吃太辣 急性肠胃炎 躺医院去了 我还呲着牙嘎嘎乐 听到风一摇突然来这么一句 脑子没转过弯 抬头看过去 啊 风一摇对上我傻乐的脸 沉默了半赏 不知道为什么脸色沉了下去 她一脚刹车 然后冷漠开口 你该下车了 狂什么呀 下午 韩灵芝打电话过来说 等会儿下班后 她接我去小姨家 于是我破天荒地 到了下班的点 还坐在宫位上 正赶上晚高峰 韩灵芝被堵在高架上了 我在办公室 等她等得其他人都走完了 风一摇推门出来 壁弯上挂着剑烟灰大衣 看见我还坐在宫位上 一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表情 你怎么还没走 她以为我要蹭车 皱着眉 有点无奈 又有点苦恼 中午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晚上有应酬 没办法 我气一声 我又没等你 风一摇画音一顿 安静了片刻 她才冷哼一声 真行 我还说让你开我车回去的 看来你也不需要 她盯我一眼 假装随口一问 等谁 这人就是死傲娇 都打算把车让给我了 这么关心我 偏偏嘴上不饶人 我是早就习惯了她这脾气 轻车熟路的顺毛 等我哥 晚上去小姨家里吃饭 你把你车给她开了 那不也相当于你送我回家吗 瑶瑶你真好 风一摇冷怜冷声 但是这人最吃的就是糖衣炮弹 那种哄小孩式的话术 对她特别有效 瑶瑶你真是又温柔 又体贴又细心 你是我男神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小男孩 得了 风一摇一脸不耐地打断我 还小男孩呢 你说得出口 她通红到耳间出卖了她 哼 又来这种假装不耐烦的样子 其实心里高兴死了吧 我忍不住嘚瑟 她可真好哄 男人心理学 果然和儿童心理学 异曲同工 手机震动 韩灵芝发消息说快到了 让我下楼 我正好跟风一摇一起出去 这会儿早过了下班的点 声光最近各项业务都进展很顺利 所以加班的人不多 公司里已经冷清下来 进电梯 我把包地给风一摇 想把头发扎起来 头发还没扎好 电梯叮咚一声 突然开了门 几个实习生正嘻嘻哈哈地打闹 看见电梯里的情况后 都瞬间沉默 然后一秒后 出现了我熟悉的场景 风总好 我东西忘拿了 你们先走 风总好 啊 我陪你吧 那我等你们 一溜烟 全跑没了 我想笑 调侃他 瑶瑶 你看看你把人家吓的 跟见了鬼似的 风一摇倒是淡定如斯 估计是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 淡淡垂眸盯着我 似笑非笑 把你在我面前的胆大包天 分百分之一出来给他们 他们都不至于躲着我走 我悄悄背着他撇嘴 胆大包天 风一摇大概发现了 因为我听见他笑了 但他什么也没说 正好电梯到了一楼 他把包往我脖子上一挂 丝毫不管我 痛骂他弄乱了我的头发 你到了 我骂骂咧咧走出去 上了车还在跟韩灵芝吐槽 韩灵芝一听 乐了 这词也没用错呀 你在风一摇面前 可不是胆大包天 我呸 你是没看到我给他扶低做小的样子 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韩灵芝说那风一摇什么性子的人 从小到大 他不喜欢的人能给别人好脸色 也就对你才那么摆一摆顺了 哪里摆一摆顺了 我立马出声反驳 但想了想似乎还真是 基本从小到大 什么都听我的 他也就嘴上不饶人 于是 我的语气渐渐没底气起来 韩灵芝察觉到了 继续说 你看吧 你自己也这么觉得是吧 你呀 你就是被惯坏了 要我说 送变形记去体验两天就老实了 我冷哼 你还挺潮流 什么都知道 那可不 他又突然转了个话头 哎 不是我说 你俩这也都笨三的人了 你俩那是 到底什么时候定下来 我先是一愣 等反应过来他什么意思后 瞬间脸爆红 被这突如其来的直球打懵了 大声嚷道 你乱说什么呀 我们蠢有意 这下换韩灵芝懵了 你们没谈恋爱吗 我以为你们谈好几年了 谈鸡毛啊 我识口否认 你听谁说的呀 这还要谁说啊 韩灵芝彻底摸不着头脑了 那不由眼人都看得出来吗 你们那样子居然没谈恋爱 这说出去谁信啊 你左一个摇摇又一个摇摇 你要什么 他给你买什么 你家里那堆破烂不都是人家买的 你现在跟我说 你俩唇有意 他咬牙切齿 真不是唇有意吗 我被他一连串的问话 问得写值往头顶涌 心率都飙上180 我结结巴巴 想解释 那 那不是从小都这样吗 其实我被韩灵芝问得心乱如麻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慌乱不已 因为我忽然也觉得 自己和风一摇的关系 有些模糊不清 韩灵芝沉默片刻 忽然就笑了 意味不明 傻妹妹 你还把你俩当小孩呢 哪个成年人的朋友像你们这样 他瞥我一眼 微微一挑眉 幸灾乐祸道 你就拖着吧 等哪天收到邀请函让你去参加 他订婚宴就老实了 你别乱说 我下意识反驳 下一秒 我突然觉得心慌 是啊 我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听到风一摇摇和别人订婚 哪怕只是句无心之言 也让我这么无法接受 如果只是朋友 我不应该祝福他吗 我好像陷入了自己设下的怪圈 我开始疯狂回忆 一切有迹可寻的东西 小时候长辈都叫他摇摇 我也跟着叫 现在风一摇长大了 他们不叫摇摇了 我倒是改不过来口了 而且 我确实是从小就缠着风一摇 给买东西 他几乎是参与了 我生命的每个重要阶段 他早已经变成和父母亲人 一样重要的存在 两家人交往时也非常亲密 风一摇妈妈 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 像自己女儿一样 我从来没想过 怎么定义和她的关系 就一直模糊地 认为是很好的朋友 也是亲人 因为我似乎下意识认为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但是韩灵芝这一番话 如同一瓢冷水浇上来 亲人 当然不是 我和风一摇非亲非故 一点亲缘关系都不沾 只是父辈是亲近的朋友而已 朋友 似乎不止 我们的相处方式 确实比朋友亲密得多 如果真是朋友 那么从她身边出现任何一个恋爱发展对象时 都意味着我要和她保持距离 再不能蹭她车上班 不能刷她卡买东西 不能缠着她到处玩 不能让她给我收拾烂摊子 不能 叫她摇摇 我越想越觉得心凉 再一想她穿着西装 拉着别的女人 走进婚姻殿堂 我都快两眼一黑 我在这一瞬间 不得不承认 也许我对风一摇的感情 早就应该换一个名字了 也是我之前蠢 像块木头 如果不是韩灵芝今天这个误会 也许我还要很久很久都醒不过来 眼看着我从沉思状态渐渐回过神来 韩灵芝是在懂不过的了 在一旁偷笑 想明白了 我琢磨了个词 啼壶灌顶 她饶有兴致地看我一眼 你要表白去了 她想得美 我嘴硬 还死要面子 韩灵芝 那你要干嘛 我下巴微抬 故作硬气 想办法让她给我表白 韩灵芝愣了愣 然后抱笑如雷 我被她笑得浑身不自在 你笑什么 我给她表白 传出去我的脸往哪里放 你这什么鬼逻辑 韩灵芝哭笑不得 喜欢就表白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况且就风一摇那样子 就差把自己打包由我们家来了 估计也是死要面子 你跟她表白 她咋可能不同意 她自信无比 包成功的呀 然后直接开始规划未来 你俩这关系 已经可以直接跳过恋爱期了 你快点跟她说清楚 你们直接订婚得了 争取赶在明年把这扯了 得得得 我被她说得脸红 你怎么扯那么远 现在是带条棉被纯聊天的关系 怎么都说到结婚了 韩灵芝恨铁不成钢 我真是受不了你俩 拖这么多年 一个比一个能熬 你就算了 你是纯傻 你没开窍 风一摇那小子也是的 早就有那心思 死活不开口 硬是憋了这么多年 给你做了那么多事 纯在做公益送温暖 一点不图回报啊 她一脸费解 现在年轻人 也真是的 她嘀嘀咕咕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 我的脸又偷偷红了 她说 风一摇早有那心思 是不是说明 她至少动心比我早 那 我给她表白 我俩是不是就扯平了 有些心思一旦生出 就仿佛春风拂野草 不经意间 已经漫山遍野 我一晚上连吃饭 都有点心不在焉 幸好今晚是韩林芝的主场 我随便吃了点 就溜到阳台上去了 冬天的夜里 天空很干净 寥寥挂着几颗星星 我裹紧了羽绒服 坐在被风的吊椅上 晃晃悠悠 心里在琢磨着怎么开口 其实我心里也有点没底 毕竟没亲口听到答案之前 别人说什么 总归都不靠谱 以前没开窍 也从没想过风一摇 怎么就对我这么好 好到我已经把我们俩这种关系 是做理所应当 现在要捅破窗户纸了 我还是忍不住会胡思乱想 如果她真的也喜欢我 为什么这么多年也没表示过 她该不会把我当妹妹吧 我一阵恶寒 忍不住打了个寒劲 不行 这是已经在我心里憋了一晚上 跟猫抓似的 抓心挠干 要是不做点什么 我今晚怕时都睡不着觉 说做就做 我寒楚楚向来直肠子 拿起手机 就给风一摇打了个电话 那边响了两秒 挂了 她给我发微信 风一摇 怎么了 风一摇 再谈事情 等两分钟 给你拨回来 我回了个 嗯 这会儿才发现 杨颂也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几张长截屏的图 我没点开看 杨颂 卧槽 楚楚 你什么来头啊 杨颂 公司的八卦群里 传风了都 我莫名其妙 点开截屏看 一点进去 就是我今下午 上寒林之车的照片 你不知道是谁偷拍的 好几张呢 我靠 寒密什么来头啊 这车看起来可不便宜 开车的是谁啊 好帅啊 我这辈子 真是毁在熟男身上了 有点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了 郎才女貌 其实还挺配的 该不会是寒密的男朋友吧 难说 不过有点像 在哪儿谈的啊 你们的男朋友 都是在哪儿谈的呀 呜呜呜呜 我还嗑寒密和风总的CP呢 下班一看 加没了 楼上的 其实我也嗑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这CP很冷呢 原来还是个烫圈 我跟我们族里几个姐妹都磕 太子和楚良帝 楼上的 你们还挺严谨 没直接给封太子妃 我看得两眼一黑 这啥裙啊 我自以为自己的小号 已经把公司的八卦群加满了 没想到 还有漏网之鱼 而且还这妖巧 他们偏偏在 没有我的群里 曲曲我 我有点奇怪 我自认为 之前在人前和风一摇 还算保持距离 看起来应该就是 普通上下级的关系吧 他们在嗑什么 从哪儿找的糖 其实 我感觉 家还没有完全他 这车是科尼塞格 这型号 我刚刚查了一下 全上海就一辆 在封总名下 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难不成这是司机 楼上的 你看看这人的气质 像司机吗 哪个人才市场 能招到这样的司机 一个帅男 开着封总的车 接寒密下班 太奇怪了 怎么都说不通啊 是不是司机不清楚 车是封总的 这没跑 嘿嘿 我觉得我的CP还没散 嗑 都给我嗑 我按头让你们嗑 我觉得这CP铁针 今天下午 还看见封总和寒密 一起下班 封总给寒密拎包呢 亲眼看见的 我们几个实习生 都看见了 我也觉得包真的 上次看到寒密把 喝了一半的咖啡 给封总 封总直接喝完了 两人都特别自然 我靠我靠 当时我就觉得不简单 不过一直没敢说 我都偷偷磕的 卧槽我上次也是 寒密头上沾了根毛 封总一边跟他说话 一边伸手 给他扶下去了 特别自然 我当时都磕风了 烫圈真好啊 躺家里都能吃上果宴 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多香香的饭 可以吃 哈哈 磕饱了 听你们说 感觉都实锤了 该给寒密转正了 生 直接生胃分 以后就是太子妃了 哈哈 这都是啥跟啥呀 我看了一阵热血 往脸上涌 胡乱打字 敷衍阳颂 那是修车行的 我去给封总修车 刚发出去 封一摇的微信语音弹进来了 我莫名其妙 感觉被吓一跳 手机都差点没拿稳 手忙脚乱接通 气鼓鼓地喂了一声 封一摇那边挺安静 大概是在包间外的走廊 他问 什么事 听声音 莫名觉得他今晚应该喝了不少酒 在打通这电话之前 心里好像有一万个问题 临到头了 听见他的声音 突然有点 不知道从哪里问起 我嘴倒是比脑子快 脑子还没转过弯 有的话已经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喜欢我 安静 一片令人心惊肉跳的安静 一刹那间 我觉得全世界都沉默下来了 我问完就觉得后悔 这么问让他怎么答呀 我后悔了 但我不会说 只能硬着头皮 也跟着他一起沉默 等待他开口的答案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觉得握着手机的手指 都被风吹得冰凉 终于听见了他的声音 他好像在笑 总是冷淡的一个人 难得露出了一点捉弄人的情绪 他慢条思理 又慢不经心一般开口 谁告诉你的 本来我预计的答案只有两个 是霍夫 他这么一反问 倒是把我问的意义 我结结巴巴伴上 不知道怎么说 他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越想越恼 心里一横 大声嚷道 关你什么事 你就说喜不喜欢我吧 这下风一摇是真笑了 我都听见他嘀嘀的难以抑止的笑声 好啊你 把我当狗斗是吧 我又羞又恼 下意识就想挂电话 却忽然听见他开口 喜欢 我喜欢你 语调平和含笑 似乎又带着点无奈 韩楚楚 你真是个笨蛋 我红了脸 不服气 为什么骂我 他还是笑 简直有些乐不可知的意味了 却并不回答我 转而问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嘴硬 你管我呢 我不管你 他顿了顿 等我这里结束 我去找你 找我干嘛 我哼一声 骂我的时候 到骂爽了 想见我就能见 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不干嘛 我直觉他还要说话 于是没开口 静了两秒 他说 就想看看你 认识二十多年 我从没觉得 风一摇声音这么好听过 就这样滴滴的 在我耳边响起 带着点喝了酒后的哑 他这么直白 我先是不适应 随后就是 难以掩饰的害羞 我憋了半天 挤出一句 不要脸 反手挂了电话 这才发现自己 整个人都在发烫 我把手贴在滚烫的脸上 在心里 按骂风一摇 不要脸 没明没分地 说这种暧昧的话 刚拉开阳台门 没想到 韩灵芝 直接到了进来 我一抬眼 发现一大家子人 都挤在阳台门外 估计是在 偷听我打电话 我捂着通红的脸 破防了 啊 你们真讨厌 十二点半 窗外雪下大了 我贴着面膜 趴在床上追剧 但今晚估计是心里想着事 愣是看不进去 盯着屏幕半天 人莫名其妙的 就魂飞天外了 风一摇的电话 打过来时 又把我吓了一跳 面膜都掉了一半 我心里有点隐隐的期待 又忍不住臭着脸色 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没好气地接起来 干嘛 下楼 我灯灯灯跑到窗边 拉开窗帘往外看 果然看见院子外 停了亮天月 她今早开的那辆 旁边站了的人 长身玉立 影子被路灯拉得长长的 我撇了撇嘴 故作傲娇 好冷的 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 不行 得当面说 她说 给你带的东西 你来拿 我这才答应下来 那你等会儿 挂了电话 先去卸了面膜 然后披了件厚实的羽绒服 我难掩心底那点雀跃 动作都忍不住变快了 蹦蹦地搭下了楼 我鞋都没换 穿着一双毛绒拖鞋 就出了门 一路小跑 快出院子了 才慢下脚步 我把手揣兜里 故作不紧不慢的姿态走过去 干嘛 风一摇看了一眼 我脚上那双不叮狗的拖鞋 又看见裸露在外面的脚后跟 微微皱眉 你怎么不穿袜子就出来了 我对她这莫名其妙的 关注点很无语 我在床上躺着穿什么袜子 我耐心不足 朝她伸出手 东西呢 她抓住我的手 神色不悦 手都是凉的 然后拉开车门 提着我羽绒服帽子 把我往车里塞 进去给你 外面太冷了 哎呀 我挣扎着 我自己上去 你不要推我 她收了手 等我坐上去了 绕到驾驶坐上来 车门一关 温热的车厢内 气氛瞬间不对劲起来 我看着她空空如也的手 眨眨眼 东西呢 风一摇挑眉 以前给你买东西 也没见你这么想要啊 我觉得她这人就是不怀好意 横了她一眼 你管我呢 快给我 风一摇就不跟我争了 她往后探身 从后座拿什么东西出来 我只觉得视线被她挡了一下 她胸膛和我离得极近 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木掉冷香 扑面而来 下一秒 面前出现了巨大一束花 白色郁金香 配曼塔和杨洁梗 好大一束 要让我双手才能抱起 风一摇举着花 我看不清她的脸 只听见她的声音 挂了电话 找了好多人才 买到这束花 那个点花店都关门了 还是大飞帮忙联系的一个花卉设计师给做的 你最喜欢的玉金香 花香扑面而来 在那阵清新的气息里 我好像突然无比清晰地听见了 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 完了 她怎么这么会 我像个人机一样 呆呆地接过那一大束花 沉甸甸的 这份重量 好像也一下子压在我心头 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眼眶已经红了 风一摇见我低着头只看花 没反应 有点纳闷 不喜欢 你的喜好又变了 我摇摇头 她侧过头来看我 猛地瞥见我眼里亮闪闪的 愣了愣 哭什么 我再也憋不住 这一天从恍然大悟到患得患失 我第一次体会到爱情的酸涩感 我想 都怪她 为什么她不早一点跟我表白呢 我又想 万一她也是个没开窍的呆子呢 在看见这束穿越了大半个北京的鲜花后 我突然又觉得 谁先开口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相遇已经很珍贵了 我抬头看着她 目不转睛 撇着嘴 压抑着语气里那点哭腔 瑶瑶 我们谈恋爱吧 风一摇愣了 她漆黑的眸子 定在了我脸上 我吸了吸鼻子 认真的说 你对我太好了 瑶瑶 我要跟你谈恋爱 风一摇眉说话 车内灯光昏暗暧昧 落在她棱角分明的脸上 高挺的鼻梁两侧 一面是灯光的暖调 一面是窗外血色的冷调 就好像她眼里翻涌的情绪 模糊不清 又分外鲜明 她喉结微滚 像是斟酌了好久 才开口 你要报答我 我愣了一秒 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她看见我迟迟不作答 以为我默认 神色淡了淡 如果只是想报答我 没必要跟我在一起 我对你好 是因为我喜欢你 不要你任何回报 我的喜欢 你也不用当作负担 她甚深误会了什么 我急忙开口 不是呀 不是为了报答你 慌乱中我伸出手去 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瑶瑶 我是认真的 我想跟你谈恋爱 不是为了报答你 因为我也喜欢你 真的 瑶瑶 我喜欢你 大概是以前 没个正行的时间太多了 难得正经起来 我都怕她不信 睁大了眼看着她 还认真地点点头 以表真诚 眼神对视里 我第一次对小说里描写人物 眼中寒冰寸寸笑容 有了实质性的体会 风一摇有双极漂亮的桃花眼 偏偏这人平常总是冷淡的样子 只有笑起来时 才能窥见那双眼里无尽的情愫 偏她眼皮单薄 睫毛纤长 笑起来时 只觉得眼里的温柔 就像一汪春水 快要溢出来了 她反手握住我抓住她的手 手指轻轻失利 和我食指向扣 这人终于在我认真 且急切的目光里 点了点头 露出点大尾巴狼的脚匣 那我同意了 我心里骤然松了一口气 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下一秒就是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刚刚大胆表白的 静这会儿一下子谢了 虽然跟风一摇认识 这么多年了 但跟现在不一样嘛 我只觉得 这人落在我脸上的目光滚烫 烫得我浑身不自在 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我只觉得心跳太快 好像下一秒就要猝死了 我下意识就想逃避 我 我先走了 挣了一下她的手 没挣开 我仓皇地回头看她 这人好整以侠 又轻轻拽了拽我的手 把我往跟前拉了啦 老天爷 谈恋爱 怎么这么可怕 我只觉得 现在周围全部充斥着 她身上的气息 我快窒息了 我又羞又恼 干嘛呀 骂声出口 都软绵绵 像撒娇 风一摇轻笑 别人谈恋爱 都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她卖的什么关子 那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吻别吗 她顿了顿 忽然俯身凑近 声线低沉 让我亲一下好吗 女朋友 翻外 和风一摇在一起之后 我自然是不能 再在声光待下去了 毕竟我俩都没有 搞办公室恋情的癖好 离职手续刚办完 我爸那边又催着我去家里的公司上班 我就在家歇了一天 耐不住她和我妈骑上阵的唠叨 隔天还是任命的去面试了 别的不说 我这首简历绝对还是很漂亮的 不仅学历过关 还有在成光的三年工作经历 现在来应聘这个基础岗位 绝对是香波波 果然 HR拿到我的简历后 恨不得下一秒就跟我签合同 我倒是无所谓 也就把这事定下来了 一边签字 一边在心里嘟囔 兜兜转转 还是回来给我爸打工来了 HR在一旁翻来覆去看我的简历 嘖嘖感叹 你这学历 这工作经历 怎么说 也不该来面我们这岗位呀 我笑咪咪的硬 公司和我演员 HR又喝一声 没再说话 估计是在心里想得我口气还真不小 人家来面试都是说些场面话 到我这儿了 成为我挑公司了 安静了没一会儿 他看着我签字 随口搭话 你也姓韩 我们老板也姓韩 确实还有点缘分呢 就是这名字不太像 我好奇 为什么名字不像 他也是个话多的 顺着说 我们老板的大儿子 叫韩灵芝 你叫韩楚楚 一个名字那么有底蕴 有气度 一个 他顿了顿 惊觉自己这话不太对 立马哈哈笑起来 找不 一个就非常可爱 我汗颜 其实要说起我和韩灵芝的名字 还真是招了不少的疑问 人家都觉得 给儿子起名 就精心挑选 给姑娘起名 就这么敷衍 你这不是重男轻女吗 我爸老韩 还真就被朋友开玩笑似的 问过这个问题 他自认为 真是比豆鹅还冤 因为韩灵芝 在三岁之前的名字 都不叫韩灵芝 叫韩文青 老韩觉得这名儒雅 结果韩灵芝 打小身体就不好 大病小病的 就没断过 当时 我妈带着韩灵芝 去找了个高僧 给看看 人家说韩灵芝命太浅 取的名字也清浅 压不住命 才会自幼体弱 后来是那高僧 在佛前问经三日后 出来亲自给韩灵芝改的名 也是奇怪 改名之后 韩灵芝的身体 真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我妈自此 对那高僧是推崇不已 我出生后取名时 也是被抱去 请那高僧给看了的 结果人家说 微语过灵端 楚楚出心弊 好名字 改不得 我这名就拍板定下了 不过我名字的渊源 实在也是没必要 同每个人解释 于是我陪着尬笑几句 签完合同就溜了 已经年关 上不了几天班了 所以跟H2说 好开了年 在正式上岗 意味着 我可以开始放年假了 我美滋滋地 开车去逛街 打算买点新年礼物 一些送家里人 还有一份送给官福山老先生 风一摇说他们聚餐的时间 定在腊月28晚上 我估摸着那天他忙完都肯定很晚了 毕竟临近过年前这几天是最忙的 所以我掐着脸去公司接他 一路紧赶慢赶 已经预留了时间在路上了 结果还是没抵过北京的晚高峰 迟到了 我们到的时候 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 满屋飘着饭菜的香味 热热闹闹 一大家子人 看见我们来了 连声喊开饭了 风一摇先带着我去见了 官老先生和他几个同门的师兄弟 大家都非常热情 当时还发生了见去事 风一摇有个师兄 前两年跟陈光有过一次合作 我们吃过几次饭 也互相认识 不过他只知道 我是风一摇的秘书 别的不清楚 那师兄手艺很好 我们来那阵 他正在厨房里做自己的拿手菜 所以就错过了风一摇 介绍我的那个环节 等师兄端着菜出来的时候 看到风一摇和我 大概是第一眼没认出来 乐呵道 你小子 又是压轴登场是吧 然后下一秒 终于把我认出来了 愣了一秒 惊讶到 韩秘书 他看向风一摇 今晚家宴啊 你这代秘书 是想跟谁谈合作呢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风一摇也笑 他揽住我的肩 师兄 我带的是家属 不是秘书 他介绍到 我未婚妻 韩楚楚 我憋着笑 跟着乖乖的 也喊了声师兄 他下意识挨了一声 也乐了 不是 你俩办公室恋情啊 旁边有个 看乐子的师弟 接声道 什么办公室恋情啊 人家可是青梅竹马 师兄反应过来了 指了指风一摇 又气又笑 好啊你 当初都不告诉我是吧 今晚看我惯不惯你 风一摇理直气壮 当时又没谈恋爱 告诉你什么呀 不管 反正今晚要惯你 一呼千百应 不知道他们跟风一摇 有多大仇 都闹着今晚要把他喝啪 一旁比风一摇 第一届的一个师妹 跟我解释 风师兄以前蛮严肃的 也很少出来跟大家 吃饭喝酒什么的 现在逮着机会了 他们肯定都不想放过他 我和风一摇同岁 他的研究生在北京读 我去了国外 那几年是我们 唯一分开的时间 对于这段缺失的时间 今晚听他们聊天 好像都补了回来 习间气氛极好 满堂好友 公愁交错 举杯共贺新春 大家共同举杯时 风一摇在桌下 悄悄抓住了我的一只手 与我食指相扣 他手掌温热 连带着我心里 也被那温度 弄得一片浴贴 窗外落雪无声 我想 今年真是好幸福的一年呢 小席 是的 我应该是 稀疑的